我们现在就已经到时间了 我们也不等了 然后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就说这就是我 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关于基础设施 区块链基础设施 我把照片图关掉 因为这两天北京这边的宽带不是很稳定 行那么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那么 这个呢 这个呢 大家如果速度不够的话呢 可以去下载那个PDF面接 它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有 然后呢 我在这个过程中呢 会去说我们在哪一个页面 这样呢 大家可以跟上 因为我担心 每个人的这个电脑 这个网络的速度不一样 那这个呢 首先呢 我会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了 第一个是说 为什么有这个议题 这个想法 然后呢 会去看他怎么会 怎么样来落地 这样一件事情 以及一个技术人员 加入我们的银行业的安全的审计团队 来起到的什么作用 承担什么角色 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讨论 在整个讲演的最后呢 我也会去总结一下 因为有一个新的一个安全规范嘛 这个安全规范的一个分析 当然了 这里也要感谢 我们开源工作组 其他的一些小伙伴们 一些贡献 因为我一些资料也是在于 他们做了一些评审的 对安全规范 人民银行的安全规范的一些评审 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总结跟提炼 那这个是第三章 现在是第三页 就是说呢 日益增加的安全性挑战 然后呢 这个呢 其实现在用我们的 大多数的这个区块链基础设施啊 我们都是基于容器平台的 就不管你怎么去运行 那可能90%甚至于99%都是跑在容器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么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容器的安全性就决定了我们区块链的这个infra 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性 这边一个呢 这个是一个现状了 这个其实是甘特纳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我也是从网上拿下来的 意思就是说 现在完全不用容器的这种组织呢 已经很少了 但是呢 我今年 我20年吧 2019年吧 20年 20年半年以前吧 我参加一个审计团队 在一个国内排名大概前三吧 排名前三的一个农商行 他们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这种容器在运行 可能后面有签计计划 我后面会讲到 怎么去做审计这块 这是介绍一个现状 大家可以自己看 然后这边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三个点 怎么样一个安全现状 然后导致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标配是开8S了 当然如果 如果跟IBM及其相关的一些公司合作 那么呢 一般会用到OpenShift 红帽的一套东西 那之前我的项目呢 也确实用到了红帽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作为开8S的一种安全升级的一种东西 其实用开8S就完全足够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讲一个这个Fabric的这个安全的一个策略 这块的话呢 这块的话有点长 这块因为我是从这个这个层 一个是从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分层 然后怎么样放到一个安全周期里面来讲 所以其实有两条 第一个是说 这块 希望能看到 这块它有一个这个抽象层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层 然后讲的是怎么样放到我的这个周期 那基本上呢 我们后面在实际落地的时候呢 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去走的 就是说这个 按照这个去走的 下面是 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可以 一切都很正常 好的 现在是第八页 现在是第八页 第九页 第九页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内容 就是说是这个 怎么样一个去划分 然后怎么样去走 然后这个第十页 这页呢 就是我在我做的过程中 我们一个简单的分层 其实这个呢 跟网上大多数的分层呢 模式是一样的 就是说首先说它这个 说它这个 首先得有进枪嘛 然后有一个 你不管是公有的 或者做黑白名单 黑名单白名单 我这个registry 我这个下载镜像的这个registry 这个我会去做 然后是一个像这种 像一般系统 主要是开发S了 因为我们是开原社区嘛 所以这边 我们重点都用开发S 然后是运行时 像这个运行时 有多种选择 一般是标配是Docker 然后呢 就是主机 主机你可以是一个虚机 也可以是一个 基于云的一个 一个节点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或者甚至于是一台 真正的物理机 这些都可以 然后 现在是第十页 第十页 这个是说通常一些规则 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 比如说扫描啦 时效性啦 把它集成到 扫描的这个过程 集成到CICD啦 后面这几页 应该都是说一些 关于容器平台的 一些安全规则 我呢 把这些都列在这边 但是可能会很快的过了 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 怎么样去把它引到 区块链里面嘛 所以这下面几页会很快 十二页 这个是十二页 其实一样 讲的也是 怎么样去有一个安全的 一个镜像环境 公有私有 白名单 你不可能自己去拽一个 这种容器 拽来的 它可能有安全隐患 然后这边是 意思说开8S 那么开8S呢 开8S这边后面还会提到 这块其实东西挺多的 这开8S这块 因为普通的容器平台 大家可能做微服务了 做容器了 也会碰到 开8S这边有很多配置选项 你包括网络攻击 特权账号的使用跟限制 然后这边 它默认的这个 其实是最不安全的嘛 你可能我会根据这种 后面我会举例了 但是有些信息比较敏感嘛 做了脱敏 这块怎么去划分它的 POD的节点 POD到POD的这个通信 怎么样去留掉那些控制 或者说是一种访问限制 这些比较重要 然后这边一样 这边还是密钥 然后就是密钥 密钥你可能选商用的系统 加密处理 有各个的商业方案 这些都是通用的 那么我们在区块链里面 也会复用这些方案 然后像TLS加密 更新补丁 这些都比较常见 这边是运行时 运行时其实 运行时它比较难保护这块 这块反正做容器的 大家心里都明白 就包括这边提的一个概念 叫做不变性的概念 这个概念 不变性的这个概念 怎么样配置 怎么样管理 包括一个容器机 容器运行时的安全极限 这块 然后这个是主机 这块其实在 我们有一个09版的 最早是好像04版 但我们当时09版 有一个商业银行 信息系统的一个规范 在审计的时候 其实经常会用到的 那么它这边 用到的 它这边用到的这个东西 会比较多 就是说安全机器 安全架构 很多时候 当时09年 因为主要是服务器阶段 很多都是按照这个 其实唯一的一份 一直到人民银行的这种分布式 文件安全规范 分布式系统安全规范 出来以后 我们才切换到上面去的 之前的话 我们做这种审计 其实唯一的就是这种老的 很多都是基于主机的 可能做过的小伙伴们 有点心里会有点 有点可能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那这次其实我后面也会提到 那这一块呢 这一块是这个 这个一个维度 其实这个是说生命周期维度了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几个阶段 怎么样把刚才讲的这些 这几个要点 把它放到我们整个的 一个安全镜像里面 可能这一块呢 更多的是银行的技术团 都要关心的 首先要分清楚 它怎么样一个东西 然后根据区块链的方案 我们去分 再把它按照这几个阶段分进去 然后这个其实一样 讲的是刚才那些东西 怎么样往里面放 有些也是考过来的 像deploy阶段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 这块是接着上面 这个生命周期的维度 还有两条 一个是运行时阶段 运行时其实监控 主要是为了发现异常 这边一个状态 交易的这里可以 这里的指标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 其实每家银行或者说它的各种系统 也不光是区块链系统的 在我们实践的过程中 你比如说它也跟交易系统来结合 那么它有一个交易完成率 它们比较比较看重的一个东西 其实各家银行有各家银行的一个应该说有一个度量尺度吧 也是要上会的 就是说你可能跟他们做访谈的时候 他们这个组织会 会聊他们是怎么去选的 有的也是就是选常规的CPU 内存 异常的网络流 这些 下面就全周期 就是说你首先你的底层呢 咱们底层的这个服务器 还有开拔 开拔S这些东西 整个生命周期要不断的维护 该升级升级 该淘汰机器 淘汰机器 该换换 这样一个做法 这边这个还是一样 这边这个是说说Build的阶段的 Build的阶段就是分 把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的分阶段 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大家有时间其实可以细看 这边其实还是说这些东西 只是细分 一个是Build的阶段 一个是这个Deploy阶段 Deploy阶段呢 这些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里可能我就 就提到了这几个工具 你看第二条的这个 我挑重点的讲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总共30分钟 我准备了有35页PPT 还包含这个QI时间 所以这几页我都在跳 这个像用这种HashCorp 这个Watt这个工具 去管理医药 然后或者是硬件加密模块 持久化 那每一个银行其实不一样 但是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用这个 就我接触到的 用HashCorp的有一些 那其实我们另外一个项目 像Fabric Automation里面 艾森泽这边 他也用了这个东西 然后隔离 这个怎么样做 这个Lam Space 用Lam Space 对每个组织进行隔离 那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 然后包括这个 最后一条 这个Network Policy 比较重要 那可能 因为它比较复杂嘛 你怎么去设 你是入的流量 还是说粗的流量 还是说谁可以访问谁 哪一个类型的Pod 是比如说是 我的这个 order节点的Pod order order类型的Pod 还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 就是说 就是这个 这个规则会不太一样 这个反正 后面有机会可以细说 今天肯定是 没办法展开了 这边这个就是 软碳 反正你运行时嘛 运行时就是这些 老生常谈的这些东西 你可能自己 如果跟网络安全事件 告警结合 发发邮件 去关注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快存储空间 但一般这个嘛 运行团队会比较关注 他们只要收了指标 那么就算它OK了 那这样一个观点 那可能这块呢 技术上细节呢 可能要跟他们去商量 然后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讲到内审了 这边这个呢 内部审计呢 就是说呢 其实我也是 其实我本职工作 是技术人员 是程序员 然后写代码 干这些事情 那有时候呢 也出出一些图 给大家做做培训 那是我的一些 我并不是专业的 审计人员出身 我也是一个 界调的性质 然后这里还会 简单的介绍一下 商业银行的一些 这个规范这些东西 你比如说 什么叫三道防线 可能呢 技术的小伙伴呢 会陌生一点 但这边 这个是我刚才讲的 就主要 是从技术专家的身份 来讨论审计 以及我们 作为区块链的 一个技术人员 如何跟 如何跟这个审计团队配合 作为界调过去 我怎么去 尤其是作为 第三方吧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 银行的这个人员吧 怎么跟这些 银行的各个部门 那些一些头头脑脑的 很多是他们是负责人啊 跟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敏感信息已经脱敏了 这边这个 这个其实在银行业的 到银行工作 他们会考你考大家这个三道防线 一开始就是 银行的这个基础题目里面都有 然后签合同的时候 我们当时跟这个 有一个 这个银行签合同的时候 他们会明确 那我们可能 是负责二道防线 或者三道防线的这个工作 哪一道防线的 那么他们会安排 对口的这个部门 是风险管理部 还是法律合规部 还是他们的 你像有些银行 像大银行 它有一个叫内部审计局 或者就叫 就叫省计局 局长的局嘛 省计局这样一个部门 那么我们跟谁对接 签合同的时候都有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就知道该怎么说话 该给他们什么信息 你给多了呢 人家看不懂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得明白别人的关注点 这是一个 这边这个可以多讲一点 这个稍微多讲 就是说我个人一些感受吧 你像这个内审 内审 内审范围大得很 内审范围 你审计 其实包括很多东西 是技术审计 它其实审计 这个范围 你去查这个资料 它会说 我是做IT审计 还是说财务审计 还是说 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外部跟内部 像商业银行 如果它是上市公司 你去查那个股票的代码 他们里面经常会有一个股票公告 说我 我经过四大 四大快锁的某一家 我做过 做个审计了 他会有这个公告的 那其实我们的局限就在于 IT审计 而且我作为区块链的人员 我们是说IT技术专家 在区块链系统 银行的区块链系统的一个审计 然后还要把这个内容 放到它的一道防线 二道防线里面 再跟三道防线的内部审计人员去沟通 这样一个过程 他就是说 肯定会带技术性质 没有像我们这样技术专家 审计团队无法工作 但是我们又不能过于技术 我们更多的是提出一些 一些审计的点 然后跟他们去沟通 一些样例 还有给他们上课 这样一个 而且要注意从审计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边这个常见的一个流程 就是说 等于是我给自己补课吧 我当时 借调到审计团队 那么我给自己补课 就是知道我们处于哪个阶段 什么时间点 我要跟哪些人合作 这样一个 可能有一个 其实每年都会做这个事情 还有我要结束之后 我要提供哪些文档 他这里有一个这个的概念 叫做对象库 他也不是说瞎做 都是有套路的 这些都是 做了很多年 都是老法师了 这些审计人员都有套路的 所以他们知道该做什么 那么我们会去更新这种东西 那每个专家 比如说他是手机银行的专家 那之前我其实也做过手机银行方面的了 手机银行的专家 或者是存储的专家 那你去要去帮助更新的 这样一个东西 当这些都属于他们银行的内部资产 也要签合同的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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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 然后这边这个这个 然后 这个 这块 这块 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这个审计办法以后 就这么写的这个 叫金融市分布账本 安全规范以后 我们就有了 有法可依了 大家就很舒服 这个东西 其实我分析了很多次 两三万字把全文算下来 用word分的话 我也看过这方面的 基本上不讲那个吧 大框架 至少要自己脑子内有一个概念 然后这边这个是 现在是第27页 第27页了 这边这个是做了文本分析 我呢 把它呢 丢到我们那个磁频 有一个磁频分析软件里面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跟客户去沟通的时候 还是蛮有用的 就是说作为技术人员 跟审计人员沟通的时候 其实蛮有用的 一个东西 做磁频分析 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安全规范里面对节点 当然节点 节点提的次数特别多 然后是身份 然后是账本 然后是合约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高频词 包括凭证 因为凭证我们讲的 在我们区块链架构里面倒数第三个凭证 倒数第二个是共识这样一个 其实在区块链架构里面 这个非常重要 它也规范其实也写得比较好 基本上你看合约 明显它的磁频会高于其他的一些磁频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就是密钥 从50 50左右开始就是密钥 存储跟标识 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后面我们就会把这些信息 把它放到一些审计的对象库里面 你至少得包括这些 那么规范它关注什么点 那么我们审计其实也是做什么点 然后这边一样 这边就是继续往下了 这些你看这个是授权 权限隐私验证 完整性注销 这些东西都是很 很那个后面 后面是放不下 你看这个篡改 这个字更小一点 有些放不下了 我就把常见的列出来了 它其实但是呢 它的问题是呢 这种提个一次两次的呢 或者是七八次的这种呢 也不是它不重要 只是说呢 它在整个系统里面呢 有可能还是一票否决的 你比如说篡改 它都能篡改了 那这个系统肯定 就达不到安全规范嘛 这个只是一个 一个是频率 一个是宗教性 其实后面还可以再细分 这些都会 我讲这么多是因为 这些其实最终会落到审计点里 然后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规范 其实大家也可以过 那个过起来有点慢的 可能自己花时间要看 那这边这个呢 是一个关注点 关注点呢 是说呢 这边不符合要求的 这些是感谢社区小伙伴们的一些贡献啊 因为我这个 其实因为我没参与这个省 去评审这个Fabric规范 跟人民银行的这个安全规范之间的一些差异 它的一些类似于Gap这样的东西 就是差异这样的东西 那么感谢社区小伙伴的一些贡献 那列出来的点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满足完全是国密 就是说如果 如果是省计的话 那你一定要做国密改造 它就很大一个工作量了 否则的话 就可能跟我们这个安全规范 有一定的 有一定距离 然后这边这个就 就更明显了 这个架构设计不同 是这条 是倒数第三条 有一个终局性 但终局性这个东西呢 它讲的也不是那么细 那其实呢 可以呢 后面呢 有待讨论 因为提问的时间快到了 我后面会很快会过 主要内容基本上也结束了 会留五分钟给大家提问 这边这个 这个是这个例子 大家就是说 下载了PDF 可以自己去看 其实这些例子 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 就是我合不合规 我怎么样做评估项 就是这样的一个样例 这也是网上 其实你也可以找得到的 这个也没什么秘密可言 不是一个敏感信息 那这边这个呢 也是一样 这边一个是安全配置信息 那么作为技术专家呢 有的时候呢 我会去跟一道防线的 技术部门合作 我会去看他们的代码 看他们的安全的配置 那可能呢 这种事情不会常做 你会根据审计对象去挑点 但这样呢 就是作为技术专家 我在里面的一个 一票否决的一个贡献 就是说 那么我认为 他达到这个安全配置规范了 我检查可能20个点 我抽取3到5个点 看一下他的这个文件 你可能到机房去看 那么也是一样的 一个做法 然后这边是我的一个简介 就包括一个这个 我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二维码 欢迎大家扫码 也可以一起去交流沟通 这样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是一个参考文献 这样一个东西 技术规范呢 怎么样一个实践呢 然后这边是QI环节 我会把这个共享关掉 就还是为了省一点这个贷宽嘛 这两天贷宽不是很稳定 嗨大家 现在是QI&A QI&A 现在 希望大家可以看见我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QI环节 我现在讲完了 现在讲完了 现在这个 这个讲完了 这个 现在是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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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 扔我 在Q&A 我会回答 OK Q&A 现在是Q&A the uh it's the national state chinese china national regulations or law for the block chain infra in banking industry but we will use the like we are vive cristal critto of chinese style the the which is approved by the China government I will input here Ripo Blockchain Banking Industry I hope you can see it There's two minutes left Anyone any question Any question if any question just pin me Just pin me in the QA section Yes I I use a lot of words for in China only Like for me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also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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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s internal audit internal audi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Mike